行政帶動 韓河下台 行政帶動 韓河下台 台委會的這個管碧林組委 海巡署的署長 難辭其咎 他們 這個事情不能把它政治化 這個事情一定不能把它變成情緒化 我們也呼籲 大陸要冷靜 凡事要講道理 因為不講道理 以後就沒有道理可以講了 不講道理 兩岸不可能回到 理性溝通談判的立場 金門人絕對不願意再有戰爭 你們知道嗎